酸性色素之分离与鉴别 滤脂层七法 做实验时 第一个动作 立即将展开液倒入展开槽 上盖处涂上凡士林 使展开槽确实达到密闭 倒入展开液的高度约一公分 且要盖过展开槽底部吐起处 以预先时展开槽内达到宝盒 取一层膝用滤脂 以铅笔在底部两公分处 轻轻画上一条直线 在底线上每隔1.5公分做一旗号 以拉细过的毛细管 分别点上样品简易 与色素标准易 在绿线上的点越小越好 直径物超过0.5公分 重复多点几次 每点一次样品 需以吹风机吹干 才可再次点上样品 避免圆点过大 将所有简易都点上并吹干 就可以进行沉吸了 将滤脂顶端约一公分处折起来 折线左右两处 用剪刀稍微剪开 这样才能使滤脂固定于粘线上 再将滤脂垂直悬挂于展开朝内 滤脂下端需进于展开翼中 但点亮处 物进入展开翼中 就可将滤脂片轻轻置入展开朝内 且注意不可使滤脂 接于展开朝壁上 展开期间 物摇动展开朝 此时便开始展开 待展开继绒煤 上升约80-90%高度时 或离上端两公分处 就可以打开槽盖 小心取出滤脂 若参加检定 则需注意考试结束时间 即使没跑到离上端两公分处 也请取出 并预留时间进行作图计算与讨论 以铅笔描出其展开翼之前缘线 于抽风柜中风干绿脂 风干或吹干后 以尺尺量出色点至起跑点之距离 且以公分为单位 并记录至小数点后第二位 RF值之计算 RF值为 圆点至展开后 色点中心点之距离 除以圆点至展开翼前缘线之距离 计算出个点的RF值后 并与标准一支RF值比对 则可鉴别出样品中所含的色素 防线蓝色法 取减液5-20毫升 倒入烧杯中 加入1毫升 以N醋酸容易使之呈酸性 并以石蕊试指测试是否呈现酸性 投入一小段毛线 搅拌后 将烧杯置入沸水浴中30分钟 取出以着色之毛线 以自来水充分水洗 另外 将原烧杯冲洗干净 再将冲洗干净的毛线放回烧杯中 加入1% 加入1% 氨水5毫升 在于沸水浴上 加热使色素溶出 这素溶出后 将毛线取出并起干 加入约20毫升的10%醋酸 使容易呈现酸性 再投入新的毛线 水浴30分钟 取出毛线 并用自来水充分洗涤干净 若颜色能吸附于毛线上没有掉落 则表示该减义为酸性色素 接着肯定的毛线 酸性色素 维持着脆 酸性色素 支持 都是重量的 接着肯定的划算 定的 这 冷酱 冷酱 冷酱